兄弟们 我现在在成都车展吉胡的展台 六七月吉胡的销量达到了8000台以上 那不得不说这两年吉胡这个品牌的表现越来越好了 那作为奶爸车主来讲的话 我肯定会比较关注主打家用的纯电SUV 吉胡Alpha T5了 这台车从上市到现在关注度口碑销量都不错 而且这台车被大家称为六边形战士 目前的售价是在12.38到16.78万元 那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 它为什么被称为六边形战士吧 外观内饰的设计就不用说了吧 单单看这样机架感十足的车头 锐利的大灯 以及流畅感十足的线条的设计 相信没有年轻人会拒绝它的颜值吧 坐进车内啊 你就能感受到Alpha T5的品质了 它是采用了麦格纳的制造体系 稍微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套体系延续了120年 拥有非常丰富的造豪车的这样一个经验 那我觉得这台车的话 其实内饰的用料设计质感 一点不输给BBA车型 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很多全家出行的场景下 大家都不需要注重车内的健康环境 那你要知道 这台车仅仅超过12万多 就采用了零本零全的这样的一个材料 面对夏季车内闷热 长途自驾车内空气不太好的情况下 能够自动调节车内的空气健康 这一点对于经常带小朋友出行的家长来说的话 是不是非常香呢 在智能化方面 我刚才简单体验了一下 除了基础的这些 大家熟悉的宁与乐的功能之外 这套车机系统还支持编程 可以支持根据你的个性化定制上百种的场景 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 可以帮你提前订酒店 找车位 而且在你需要休息的时候 可以打开小气模式 那么对于新手自机来讲的话 它搭载的零式自动驳车系统 可以边驳车边收拾东西 是不是非常的香呢 12万多有这么大空间 真的是比较少见 西部头部 有很大的空间益余 全景天幕带来了非常宽敞的视野 自驾游坐在后排 我心情就比较好 它的轴距达到了2845毫米 手长比接近61% 空间利用率达到了69% 前后排的空间不仅宽敞 而且领先了很多20万的SUV 你上来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了 一体式运动云容座椅 触感舒服 包裹性强 而且整体的腰部支撑能力出色 虽然说它的外观看起来运动 但是激烈驾驶的话 我觉得这种乘坐速度可以打一个高分 以上这些都不算牛的 这台车零摆加速7.5秒 同级别的燃油车起码要上9秒吧 而且它还配备了L2.5G的驾驶服务的功能 亲手司机也不用怕保证你的安全 那在续航方面 这台车的纯电续航达到了660公里 那你大概对比一下这个价位级别的车型 大部分都是500多或者将将接近600 那很难达到660公里 基本上Alpha T5这台车的纯电续航 要比同级别车型足足多了100多公里 我觉得对于喜欢自驾出行的车主来讲的话 思考是没有里程焦虑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是目前唯一一台16万级搭载了800伏的车型 用400伏的价格买到800伏的车型 而且10分钟可以补能260公里 在高速上上个服务区喝杯咖啡的时间又可以上路了 而且充电补能不敲装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12万多你就能拥有什么电池 宁德时代的电池 同级别的车型能给到吗 我觉得Alpha T5在这方面的确是下了本了 在这个价位级别 很多人买新的原车担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那Alpha T5这台车的扭转刚度是比较强的 而且被称为电池中的沃尔沃 它的扭转刚度是超过了47000 同级别的Song Plus EV车型呢 是超过了44000 那劳斯莱斯幻影是达到了4万牛米 了解了这么多 现在知道为什么Alpha T5被称为六边形战士了吗 这是产品力 这是新加比 还有话说吗